臉部平權活動大使任家軒 Selina和陽光商友代表王靜雯 號召民眾報名響應支持臉部平權路跑 邀請民眾把握機會體驗一年一度 乘行無阻的國道景致 我本身自己也曾經跑過兩次的半程馬拉松 然後我自己還記得那時候跑完的時候 應該說自己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因為在過程中很多心路歷程 只有跑者會知道的心路歷程 然後跑完當然自己也覺得非常的自信 跟為自己感到驕傲 然後這個記憶我還記得 所以上次在明腔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原來在國道跑是這種感覺這種風景 我自己沒有嘗試過 所以那時候就下定決心如果今年還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自己能夠參與 不要說參賽啦就參與 然後我就知道說今年有 當然有圈馬有半馬還有10K 更親民的是還有3K 3K就是屬於你從來沒有路跑經驗的人 也都可以參加 只要稍微的訓練或是可以督促自己 就是稍微動起來我們都可以參加 所以今年我會參加 其實馬拉松大家都已經都很熟悉 很知道很多人也都非常熱衷的參與 那我想在國道上一定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平常沒有那麼容易你可以走上國道 就踩在國道上 所以我也鼓勵很多就是已經是馬拉松的好手呢 也許可以藉由這一次的機會來突破個人的PB 因為他就相當的平坦 相當的好跑 所以一定會是一個讓自己有更好表現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有興趣想跟我一樣就是稍微動起來的朋友 第一次跑 第一次接觸的也可以歡迎來報名 因為我們這一次有3K很親民 就是我們散步快走也可以完成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大家的一起心在一起在國道上 我們一起跑出我們的實力 然後秀出我們的美麗 一起用行動支持臉部平權運動 從小熱愛跳舞的王靜雯 19歲時因為一場意外全身74% 面積三度灼傷 歷經輕創直筆手術後忍痛復健 最後在陽光基金會的心理輔導和專注練舞過程中 漸漸展露自信 如今也能大方展現舞蹈實力 這時候就是穿壓力還有臉上的拔痕 就是走在路上都會被人家看 就是心靈會不舒服 但就是好險有陽光的社工還有心理師 就是我都會跟他們講心靈的話 後來就是社工也邀請我拍這部影片 所以那時候也是講出心靈的話 就是發痕幾次紀錄自己的勇敢這樣子 就是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能到應該有的準度手術 我也蠻認同臉部平權這個活動跟精神的 其實我在求學跟工作的路上 其實遇到的同學跟同事都還蠻好的 就是他們不會用特別的眼光來就是特殊對待我 就是這種也是對我蠻好的 因為其實像我也是很喜歡跳舞 我在跳舞的路上其實也遇到很多就是年輕人 就是他們也都蠻好的這樣子 然後我在跳舞的路上其實也都是靠我的實力這樣子 陽光服務的服務對象也別損傷和燒傷的朋友 在經歷艱難的復健歷程之後 能夠站上馬拉松賽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但是過去五年來已經有350位以上的陽光朋友 他們為了能夠力挺臉部平權 他們拿出了勇氣和自信站上國道來為臉部平權而跑 此外呢還有超過兩萬三千名的跑者來支持臉部平權 所以我們深深的感受到說有這麼多人的朋友 這麼認同臉部平權運動 然後不管是克服了重重困難 站上國大為臉部平權而跑的商友們 或者是說來參與來力挺的跑者們 我們是不是要給他們一個很熱烈的掌聲跟肯定跟鼓勵啊 謝謝謝謝我們希望今年可以更突破 突破往年的這個參與的人數 那最後呢我們還是要很忠心的感謝 為了平權一路力挺我們的Selina 她的這個努力的號召 然後在其實一路上也都作為我們很多商友的典範 那這次呢我們會希望說在疫情過後 疫情解封的2023年能夠影響更多的民眾來報名來響應 那我們希望3月12號3月12號這天 希望有更多朋友能夠來加入我們 成為一個支持臉部平權的跑者 來為很不容易的陽光燒傷野損朋友們來加油打氣 也為臉部平權運動而加油打氣 路跑協會攜手陽光基金會舉辦國道路跑 已連續28年 業者除贊助外也號召員工參與 那我們從2018年以來呢 就是持續的在贊助這個臉部平權運動 那我們對於這個議題也是非常的認同以及這個支持 那這也是響意到我們社會 企業社會責任跟這個企業永居發展ESG的精神 那今年非常就是信心是說也隨著解封 所以我們公司特別號召了就是超過80名的同仁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好棒 那也是希望就是社會大眾都能夠認同這個議題 然後一起共享盛舉 那也預祝這個活動能夠圓滿順利成功 今年Selina特別為跑者設計良換使用配件 歡迎大家報名賽事 在當天秀出獨一無二的穿搭 在社群平台分享就有機會獲得法代和兩感金 鼓勵參賽者跑出自信與健康 記者問訊台北報導